2月15日,喜剧电影《双城记中记》在冰城哈尔滨,亮相第24届哈尔滨雪电影节的新片先生单元,腾格尔·翁红两位主创,现身活动与现场媒体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。 而据说,腾格尔之所以能将片中的江湖大道这个角色演绎得唯妙为相,完全来自自己年轻时的受骗经历。 所以想起来很多,说来话,主要是钱。 太多了,我们那个时候演出的时候,就是朋友们,朋友叫你说咱们现身人的演出,去呗,去呗,去呗,去行。 这些我们也说,我们那个时候签不多,也就是一场也给几千块钱,然后说没问题,走一块走。 然后我马上上场了,还说,你先把签给我,马上走,我就在这等着你,签一掌,完了我一掌,一掌我一下,这人就没了吧,就找到了。 然后突然他跟他打电话,他接电话,说那个那个,对不起,对不起,过来,给你,过来,然后再打电话,也就生气了,开始反过来骂,我说,你啥怎么回事儿。 咱们老哥打电话,没了,没了,就这样。 歌手出生的腾杆,二度触电荧幕,就凭借其精湛的演技,让在场的媒体惊喜不已。 而来自香港的温宏,这次也是卯足了劲,想要展示一把自己。 不擅长国语的他,居然在片中还标子四川话。 所以我第一天开工的时候,我就跟导演沟通商量,我说我为这个角色设计了一些特点特征,那我觉得每个演员都会为他自己的角色,会增添一点,比如说小动作,或者是一些特色特点,增加这个人物的丰富。 所以我也有这样的想法,然后得到导演的同意,所以我最后还是都大部分用这个四川话来讲,我觉得比较好玩嘛,搞笑嘛。 贵宇乐,哈尔滨报道